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胸瓶的上集是不是很誇張呢? 還未完的 現在我們即將開始下集 如果未看上集的朋友記得看回 好,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 Let's go 作為一個toner愛好者,有8款 Caudalie的皇后水是無縫接軌的 用完一支就會開一支新的 它是很精神的,我經常都說的 用來平時噴就會很舒服 很清醒,很有元氣 化完妝後噴就會很有光澤 總之有事沒事都噴一下它 它是很冒化,不會滴到周圍都是的 Cube的Calming Toner可以做到一個急救的保濕效果 因為我試過是很乾燥 乾燥到在裡面扯乾的時候濕敷它 馬上舒緩到 所以這個是康門口之選 這一款是入了年度最愛的 是NARS的Light Reflecting Multi-action Treatment Lotion 它是平均很好,有保濕 然後是跟之後所有的護膚品、化妝品都不會打架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用它 這支顏色這麼漂亮,就是TACHA的Detector Tonic 它可以做到去角質化妝水的功效再保濕一點 然後用了一段時間,皮膚的透明感也會高一點 如果有預算的朋友可以試一下 它在夏天用的時候會更有感 冬天我就覺得用The Essence會好一點 在小星層那裡有的牌子叫Soul Skin 這個是他們的Cellular Recovery Toning Serum 它是一個很有厚度的Toner 可以說是精華水,但會更加稠 所以我用了很久 是要用手上,用化妝棉是很難上的 我覺得Toner來說,或者精華水都不用太厚 如果可以選擇,都不用二選一 一定是N19 它的保濕度可以比美,但不需要太厚 是一個很輕型的質地 然後OLA的這支抗糖水保濕度是不錯的 我會用它來濕敷 但是一邊敷,你會聞到那種香味是揮之不去的 那就要看看大家是否介意 Catafel的美白Toner,我也是用來濕敷的 敷了一段時間會真的有白到 但不是板板聲變白,它也是很溫和的 Estalouda的Micro Essence到現在 我也是感受不到它的好 純粹是太貴了 所以不用完它,我會心痛 它有保濕的,除了保濕 我好像看不到其他的功效 這麼貴一支,只是保濕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 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很多人都喜歡的 不如大家告訴我 究竟怎樣用它才是好用 精華用得了,有三支 而且差不多用完的話 就有這一支 首先是Body Sharp的雪涌花抗氧活基精華 它是年度最愛出現過 去年我臉敏感的時候 是它救了我的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接著就是Starry Tail的N1 它是最純正的保濕精華 除了保濕,其他什麼都做不到 但是它的保濕度很好 那個滲透性非常好 所以它不是我第一次用完的N1 然後我也有它們的N28 差不多用完 這是它們抗老緊致精華 在我身上感受不太大 可能我的皮膚還未到很成熟的階段 所以以一個比較貴的精華來說 我就覺得 真的要成熟肌的朋友才去思考 它的質地呢 因為還有少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咦 知不知到呢? 有有有 它是比較薄身的抗老精華 不會黏黏黏 但是 也有嘔嘔的厚度 這個很香的 我喜歡用的原因就是 很喜歡它的味道 沒有什麼感覺的 還有N22的這個面膜 可能我是沒有什麼毛孔問題 所以用起來的感受也不大 這個應該不用說了 生命推介的後鼻貼精華 而面霜也有7個 小星層的N15 收護力是很好的 如果鼻敏感的時候 厚膚在鼻頭是不會脫皮的 Astalif的保濕啫喱 也是保濕度很好的 這個我會用來厚膚 當成一個睡眠面膜 然後它不會黏黏黏的 第二天起床 臉是很水潤的 後的這兩款 一個是眼霜 一個是面霜 我不記得它們是什麼系列 都是比較滋潤的 如果你是混合肌的話 油肌的話 你未必會喜歡這個牌子 但是跟我一樣都是乾肌 或者是輕熟肌 成熟肌的話 這個牌子真的可以試的 它有很多系列 我都覺得是滋潤的 只不過是有些滋潤 有些沒那麼滋潤 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 到Tatcha的面霜 這個是比較柔滑的 混合肌至中性肌會喜歡 然後這一款 乾肌會喜歡一點 它是厚身一點點 但是不會黏的 護髮素 我用完Avida的這一款 它比起一般的護髮素 是更加滋潤的 但是又未去到髮膜的程度 所以夏天用我覺得是OK的 然後另一款 就是冬天的時候用 這個我在夏天開 是覺得很黏 頭是很滋潤 未去到出油的 但是真的很滋潤 很不舒服的那種 去到冬天的時候 它就很好用 所以我不應該夏天開它 永恆推薦大家 Isop的這個洗手液 是會洗上癮的 它是有磨砂 洗完之後很乾淨 很清爽 然後很香 真的回購再回購 幾貴我都覺得 都是要買 洗澡 尤其是冬天 一定會有Savon Shower Oil 什麼味道都好 選你自己喜歡的就可以了 它是很滋潤 洗完之後 你完全不會覺得乾真真 然後Richos的洗澡泡泡 是好玩 比好用的 它是很紮實的泡泡 之後很香 是比較濃烈的 那就要看你的風格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一枝出來 是很厚實的泡泡 所以久不久都會買來玩 有時候買夠一個價錢 就會送這種細細枝也不錯 很多很多的台灣浸腳鹽 我只留了三瓶 這個真的很好用 大家買了沒有 Savon的身體磨砂油 用了很多 但是太亞位了 所以只留了這一瓶 它是你一沖水 整個人超級絲滑 這個如果有一天我會拍 生命推介第二集的話 它一定會上榜 也是台灣的一個 衣物抗皺噴霧 這個我覺得是好用 但是真的很貴 大約要四百幾五百元 很快就被我噴光了 不過如果是那些不喜歡 去燙衣服 那些衣服很潮 好像我那樣的話 這個真的很方便 唯一指定的止汗產品 還是Bio的這個止汗cream Mascara有三支 Opera是之前的最愛 現在就被其他品牌取代了 應該暫時不會回購了 Dolly Wink 是這麼多年內 我都很喜歡用的 可能是用其他品牌 然後又掛著它又買回 然後又用其他品牌 所以久不久都會看到它的出現 密密用完一支HEMI粉底 它不是特別好用的 但是放在長洲 沒有什麼選擇 用一下就用完了 它的妝感是霧面的 之後都算是自然的 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混合機的朋友 乾機有時候我用是有點乾的 然後它是開架 那個妝效不算是高級 不可以去那個level 中規中矩 我覺得不是特別推薦 不用腦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IT Cosmetics CC Cream 它是很完整 然後很容易就上了一個很漂亮的底妝 這個是很穩陣 但是妝效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時候 就會很想去試其他品牌 而它的妝效是遮瑕度也好 遲妝度也好 然後又自然 不會太厚妝 總之是很完整 又不會讓人覺得 你用了很多粉底的感覺 Consealer的話 Touch是我人生不可以沒有的東西 家裡是有大量存貨 然後Jeffree Star的這一款 我買錯了 是用距離打亮眼底 沒有什麼特別 Acto House和HEMI的修容 是我的新歡舊愛 兩個我都是覺得很自然的 但是HEMI這個 是光束用完的 Acto House可以捱久一點 眼線有Love Liner 和長期大愛的Yuzu 這個就是我要實色一點的時候用它 然後想柔和一點就會用Love Liner 這支是我很久很久沒有試過用完的唇膏 因為平時我有很多支 但是這支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到用完 究竟要多喜歡和多常用 才可以完完整整地用完 好了終於分享完了 半年有這個進度有沒有嚇到大家 都是那一句 不只是我的 媽媽也有份用的 所以 這個第十階 第十一屆的空評記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會有參考價值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錄的 三星期的就十二點 我會繼續努力草的 下次再分享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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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